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讲一讲怎么用TensorFlow去完成一个逻辑回归的任务 大家可能刚听到这个逻辑回归啊,以为咱们这节课又要做一个回归任务了 其实来说啊,这个逻辑回归咱们通常情况下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分类任务 也就是说呢,这个逻辑回归啊,还是它演变成的这个Soft Max 咱们都是用来,都是用它们来去做这个分类任务 那么一会儿呢,咱们就要做一个比较真实的案例 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啊,选择这个数据,它是Mainets的数据集 大家可能对这个数据集啊,已经比较熟悉了 这个数据集呢,就是说它里边有10个数字吧 咱们要对这个10个手写的字体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那么首先啊,咱们要做的这么第一个事啊 就是说,咱们需要先把这个数据给它弄到手吧 那么这里呢,咱们是用一个TensorFlow给咱们提供的一个函数 TensorFlow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函数,叫做InputData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InputData啊,直接把咱们的这个Mainets的数据集给它下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找一下这个数据集啊 找一下这个函数 就是说啊,这个InputData可能说啊,就是说 大家现在手里啊,没有这个InputData.py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Python文件 那么这个Python文件啊,也会给大家跟咱们的数据和代码打包在一起 到时候呢,如果说啊,大家不知道怎么下这个数据集 直接,哎,就像咱们今天演示这样,把这个InputData 这个Python文件把它引入进来 直接用这个InputData里边有这样一个函数 ReadDataSet啊,咱们直接用这样一个函数啊 就可以去下载这样一个数据集 下载完数据集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文件当中啊 就会多了一个Data文件 这些文件啊,就包含了一会儿咱们要使用的训练数据 以及测试数据,还有它的一个Label的指定 那么啊,就是说咱们先是让这个ReadDataSet等于咱们一个Mainness的变量 也就是说呢,这个ReadDataSet啊,这个函数不光把咱们的数据啊,给它下载下来了 还帮助咱们啊,做了一些简单的预处理 比如说,咱们已经把图像啊,分成了训练的图像 以及还有这个测试的图像 还有咱们这个训练Label,以及啊,这个TestLabel 下面呢,咱们家就可以分别的打印一下 看一看啊,咱们现在的数据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里呢,我就来先打印前四个吧 前四个打印完之后啊,咱们来看啊 咱们打印的是一个训练样本的一个Shape 以及呢,训练标签的Shape 还有这个测试的Shape 还有这个测试标签的Shape 咱们来看啊,就是说咱们现在的一个训练样本啊 它一共有五万五千张 这个七百八十四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加载进来的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啊 它是它的图像大小是一个28乘以28的 那么这个28乘28正好等于咱们这个七百八十四 也就是说呢,咱们可以利用的像素点是有七百八十四个的 那么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个Tune的一个Shape啊 是一个有五万五千个样本 每个样本呢,是有七百八十四个像素点的 那么对于这个label文件啊,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因为咱们是有五万五千个样本吧 所以说,咱们也需要有五万五千个label 这个label啊,它一个label里边有几个指标啊 有十个指标 那么这个十是个什么意思呢 咱们再来打印一下 就是说啊,我们最后一行啊 咱们现在打印的是一个label里边的某一行啊 比如说这个第一行,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一行啊,就是说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做一个十分类啊 这里它用一种这样的模式啊 就是说,如果说它是这个类别 就是说,让它等于0 又是这个类别,就让它等于1 不是这个类别,就让它等于0 那么咱们来看啊,就是说 第一个样本它是属于哪个类别啊 0,1,2,3,4,5,6,7 对吧,第一个样本它是属于七号这个数字的 也就是说呢,咱们的label啊 是通过这样一种标定给出来的 那么对于这个test shape啊 以及test label 其实啊,这个道理也都是一样的 咱们的测试数据啊 一共有一万张啊 每张测试数据啊 也是一个28x28大小 对于这个test label啊 其实跟这个train label啊 也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啊,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 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数据加载进来了 数据的规模,咱们已经知道了 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要利用tensorflow给咱们提供好的一些函数 咱们要做逻辑回归这个事儿了吧 那么这里呢,咱们啊,就是说 先要还是初始化一些变量吧 在这里啊,咱们来看 先是初始化了一个x和y 诶,这回咱们怎么样初始化的 咱们不像上回啊,就是说 咱们之前是不是一个tensorflow点variable啊 直接把这个变量进行一个复值啊 但是在这里呢,咱们用了一个placeholder 这个placeholder的意思啊,就是说 咱们现在不给这个x和y付给一个实际的值 咱们啊,先说这个xy它的骨骼规模是多大的 比如说这个x啊 我们看啊,给它x先给它复制成一个flow类型啊 这个flow类型需要咱们指定的 然后呢,后面啊,这个矩阵是什么啊 后面这个矩阵的意思啊,就是说 x这个变量,咱们的样本 它的一个维度是多大的 我们看,它的第二个维度是784A 这也咱们刚才说过了 因为每张图像它就有784个像素点吧 所以说它的列是咱们可以指定的 那么前面用了这么一个non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在tensorflow里 咱们用none表示一个无穷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啊,不知道有多少样本 咱们先给它一个最大化的值啊 就是说,拿none来进行填充 一会儿呢,咱们现在是用一个placeholder 来进行一个模型的站位吧 一会儿咱们就要把咱们站好的这个坑 再往里填充值 那么对于这个y也是一样的 y值来说呢,它也是一个flow类型的 然后啊,因为有多少样本 咱们现在也不识到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行数 咱们还是用none来指定 这个列数呢,因为啊,咱们是做一个十分类嘛 所以说,咱们拿这个值来当成 它的一个列的填充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wb啊 咱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数据化了 因为这个w和b啊,都是确定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w,咱们想 咱们现在有784个像素点 是不是说每个像素点都要连上这么一个权重参数啊 给大家可以画一下 在这里 比如说啊,咱们现在的一个 我们来说,这是有784个像素点 那么对于这个784个像素点 咱们需要多少个权重参数啊 是不是也需要784个啊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w乘x 要能乘,咱们让这个w当成一个航向量 让这个x啊,当成一个列项量 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计算了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w啊 其实它是一个确定的 那么这个784咱们理解了 后面的10是什么意思啊 后面的10就是说明咱们的输出是要多大的 因为呢,咱们现在啊 是不是要做一个10分类的任务啊 所以说,咱们最终啊 希望得出来当前的这个输入 属于这10类值里边的哪一个 对吧 所以说,咱们的一个列的属性 是一个等于10的啊 这是咱们初始化的一个w变量 那么对于这个b变量来说啊 就简单多了 因为咱们只是做一个10分类的任务 所以说,咱们只需要初始化10个b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咱们对这个w和b啊 是进行一个零值初始化的啊 咱们可以 其实呢 咱们可以随期的选任何的初始化 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咱们用高斯初始化 其实还是不错的 这里啊 咱们为了方便一些 咱们就直接拿零来做这个初始化这个事了 好,咱们现在就是说 咱们的输入 还有咱们的label都已经有了 w和b啊 咱们都已经给它设置好了 那么下一步咱们要干什么 下一步咱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这样的模型啊 咱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模型 咱们现在是一个十分类的任务 诶 逻辑回归好像是解决的是一个二分类的问题吧 所以说 咱们要把逻辑回归啊 稍微给它升级一下 把逻辑回归呢 升级成这个softmax softmax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要做一个多分类的任务了 咱们来看 咱们先是在tensorflow.nn模块啊 就是说 在nn模块下 有一个softmax 咱们先把它给它引进来 用这个softmax这个模块 咱们去计算一下咱们当前的这个模型 咱们怎么算 咱们来看 它的一个softmax的输入是什么 softmax的输入啊 其实是咱们的一个得分值 咱们来看 咱们现在有x了对吧 有x还有w了 x乘上w再加上b表示什么 是不是表示着咱们当前对一个样本来说 给大家画一下吧 这个ws加b啊 结果是什么 首先咱们来说啊 ws加b w乘x 结果是一个 就是它是有十个值吧 那么b是什么 b它也是有十个值吧 这十个值加上这十个值 咱们得到的还是十个值吧 那么这十个值呢 就代表着咱们当前这个样本啊 属于0123456789 这十个类别当中 每一个类别的一个分值有多大啊 咱们现在得到的这一个分值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这个softmax里边 需要咱们传进去这样一个分值 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分值啊 咱们就可以去建立一个softmax啊 咱们的一个softmax的模型了 那么这个模型建造完之后啊 咱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咱们之前讲过这个线性回归吧 线性回归咱们造完了这个模型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要计算一个损失函数啊 那对于这个逻辑回归来说也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啊 咱们对于逻辑回归的损失函数等于什么 等于负的logp吧 就是说 给大家写一下吧 损失函数等于负的logp吧 所以说咱们就按照这样的公式去写就ok了 但是这里啊 有一点值得注意 就是说 这个p是什么p啊 咱们现在得到的是10个类别的值吧 10个类别的一个分值 然后呢 咱们要把这个分值做一个归一化的操作吧 做完归一化操作啊 咱们是不是得到了咱们当前这个样本属于1到10这10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啊 那么这个p指的是哪一个概率值呢 这个p啊就是指定着咱们当前这个分类结果它真实的一个类别值 真实类别值谁指定的 咱们有label文件吧 label文件会告诉咱们 咱们当前这个样本到底是属于0123456789的哪一个 所以说呢 这个logp啊 这个p就是咱们的一个真实值啊 不是真实值 就是说属于咱们真实样本的一个概率值是多大 如果说啊 大家对这个逻辑回归啊 或者是这个solved math啊 不太了解啊 咱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基金学习课程啊 那上面会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推导 然后呢咱们现在接着说啊 就是说第一步咱们是要算一个log值吧 然后呢这个log值是谁的log值啊 是属于正确类别那个概率的log值吧 所以说这里乘上了一个y 乘上了这个y什么意思啊 咱们来看y是什么样子啊 y是这个样子吧 y的意思呢就是说 它属于正确类别的那个类 它是个1 其他的都是0 那么y乘上这个log值等于什么 y乘上这个log值啊 是不是就等于它属于真实分类的那个值啊 其他的分类 其他类别值啊 是不是都拿0成了 都拿0成了 是不是就没有了 所以说咱们得到的是一个 负的logp对吧 这个p就是指定的 它属于真实类别的那个概率值 然后呢 咱们有了这样一个 有了这样一个cos函数之后啊 咱们再对所有的样子啊 求一个均值啊 也就是说 咱们的loss是一个平均的loss 有了这个loss之后啊 大家接下来 哎应该比较熟悉了 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要指定一个优化器吧 比如说 咱们还是像咱们之前啊 线性回归那样 咱们接着用这个t度下降的算法 来去做咱们这个优化 也就是说呢 咱们还是指定一个tf点 这个寸模块下 有一个t度下降的求解器啊 或者说t度下降优化器 在这个优化器呢 咱们传进这个学习率啊 学习率是咱们需要指定的 学习率传来之后啊 咱们让它干什么 咱们让它最小化这个cost 最小化这个cost就完成了 咱们这个模型的一个迭代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已经把这个模型的框架 给它搭好了 搭好了之后啊 咱们接着往下说啊 现在啊咱们模型有了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一个模型完了之后啊 咱们要进行一个测试啊 咱们无论是在训练 还是在咱们训练完之后 咱们都要进行一个这样的测试吧 怎么样进行这个测试啊 就是说 这里啊 先给大家讲一个函数吧 就是说 咱们啊 就不拿 不单独挑一些函数出来讲了 咱们就是用到了什么函数 就给大家讲一些 非常常见的函数 咱们就给大家看